全油管最快新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并表示将和平视为最高目标。 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也会见了基辛格,并表示中方真是与老朋友建立的友谊。 王毅强调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连续性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表示担忧,并强调双方应平等相待,保持接触,避免孤立对抗。 他还提醒美国不要误解中国的雄心,呼吁进行冷静外交。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和路线图,为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做出了贡献。 基辛格保持了不知疲倦的活力,关注着人工智能时代和人类的未来。 作为一位外交家,基辛格在美国外交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